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3900名加拿大游客被困壁炉 加拿大采购88架F35战机 加拿大科学家发现太阳系外潜在水世界 加拿大公司以7440万全现金收购全球连锁快餐店 第一大陆平原因暴雪导致巴车相撞 女子在TTC地铁袭击乘客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一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3900名加拿大游客被困壁炉 长年来陷入政治动荡的壁炉 于上周因为新内阁就职典礼而爆发大型示威 其后演变成暴力冲突 据悉截至周五 大约3900名加拿大人被困该国 数千名外国游客 如今被滞留在旅游圣地马丘比丘 无法回家 来自BC省的学生艾文斯表示 他前往机场的途中时 因抗议活动无法再前往 并在出租车上遭到抢劫 他说道 我若要抵达机场 可能要花数小时穿越沙漠 我希望尽快返回加拿大 目前加拿大政府已经紧急发布旅游警告 提醒公民对前往秘鲁要高度谨慎 并避免前往秘鲁的某些地区 进行非必要的旅行 因为当地目前存在国内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 如贩毒、抢劫、绑架、敲诈和袭击 加拿大政府要求当地公民时刻保持警觉 并呼吁身处秘鲁的加国公民 在大使馆进行登记 以便在必要时保持联系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加拿大采购88架F35战机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 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经过多年的拖延和审议 加拿大已经敲定一份新的合同 并将会在极短时间内 以F35战斗机替换老化的 CF-18战斗机机队 阿南德说道 我们将在短期内敲定该合同 并采取行动 确保新战机尽快运抵加拿大 但他强调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确保飞行员进行了足够培训 军方需确保我们拥有适当的基础设施 容纳88架新战机 国防部称新战机主要任务 是在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下 与美国空军共同在北美空域巡逻 新战机可能还会承担其他任务 包括帮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欧洲地区加强防御 或参与其他海外任务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表示 决定采购F35战机原因 是确保我方军事实力得到加强的重要一步 加拿大科学家发现太阳西外潜在水世界 据报道 加拿大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 和斯皮策空间望远镜 观测开普勒138行星系统时 发现太阳西外一个行星系统中的两颗行星 可能主要由水构成 研究人员表示 138行星系统位于天秦座和地球相距218光年 它的体积均为地球的三倍多 质量均是地球的两倍多 另外密度也分别比地球低得多 研究人员称 它们并没有在这两颗行星上直接观测到水 但它们利用模型比对天体大小和质量 发现这两颗行星多达一半的构成物质 比岩石轻 却比氢或氦等气体重 研究人员因此推测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物质 这两颗行星可能主要是由水构成 但研究人员说 这两颗行星上的水并不像地球那样 主要以海洋形态存在 所以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加拿大公司以7440万现金收购全球连锁快餐店 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餐厅特许经营商Footastic 刚刚签署协议 以7440万元收购休闲健康快餐连锁店Freshi 在这笔交易中 Footastic以每股2.3元现金支付 在完全稀释的基础上总计7440万元 该金额较截止周五的20天成交量 加全平均股价溢价148% 较周五收盘价溢价142% 负责监督谈判的独立董事特别委员会主席 Steven Smith表示 这笔现金交易为Freshi股东提供了 即时和一定的流动性 其价格明显高于股票市场价格 该公司最近还宣布了收购 Casida Burritos & Tacos的计划 Casida成立于多伦多 在加拿大8个省份 拥有超过175个门店 Footastic计划收购该品牌后 在未来36个月内再开50多家新店 Freshi首席执行官表示 这笔交易认可了Freshi品牌的巨大价值 此次收购将为Freshi的消费品业务 带来更多机会 低大陆平原因暴雪导致巴车相撞 上周日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给宿里的急救人员 带来了可怕的灾难 一辆救护车在176街和96大道附近响应紧急情况 被一辆失控的SUV撞上 随后消防员对这起事故做出了快速反应 但当一辆大型卡车开始向消防车滑动时 消防人员不得不跳出来让开 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下 造成了八辆车的堆积相撞 一名平民和一名消防员受轻伤被送往医院 宿里消防队队长戴夫·怀亚特周日说 大雪天开车一定要慢 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出门 小心驾驶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轮胎 或者你的车辆没有合适的条件 不要出门 不要开车 女子在TTC地铁袭击乘客 周一早上 4名受害者在TTC的1号线列车上遭到袭击 一名涉案女子已经被逮捕 多伦多警方表示 上午9点24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后来到San Clair地铁站 调查一宗袭击案 据警方发布的Twitter显示 当时报案人称 一名女子在地铁上袭击了数人 一名休假的警务人员成功将嫌疑人制服 直到接警的警员抵达现场 警方尚未确认嫌疑人为何伤人 不过两名现场目击者对媒体表示 他们看见嫌疑人用一个瓶子袭击了至少一名受害者 急救人员正在救治这几名伤者 警方仍在现场做进一步调查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观看